在石头上东张西望 黄猴雕灵活跳来跳去 尽情穿梭在山林之间 宛若山中小精灵 最近在中横公路 碧绿神木风景区附近 都频繁出现它的身影 可爱模样也吸引民众目光 黄猴雕是台湾特有牙种 更是保育类动物 身为肉食性动物 也会群体猎捕山枪 而它不只在树丛花草间 在公路边也可以看到 它跑跑跳跳的身影 沿着大马路就像在逛大街 还不时闻一闻 狡边塑胶垃圾 而塑胶制品无所不在 就连深山都难以幸免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最新研究 发现台湾黑熊水露等 高达六种保育类动物 排泄物及栖息水源地中 都检验出微塑胶 推测很有可能来自于 食物饮料容器包装 或者大气中的微粒 环保团体也建议 国家公园内应该禁止使用 一次性塑胶用品 另外很多游客看到 可爱的黄猴雕 就忍不住喂食 但这样的行为可能会造成 黄猴雕讨食习惯 泰管处更表示 近年来也发现 曾有黄猴雕吃了游客 吹煮的食物 甚至是出于导致健康出问题 发现感染肝醋虫 极限病毒 因此民众到山去游玩 看到可爱的野生动物 千万不要喂食 更要记得把厨余垃圾 带下山 避免破坏自然生态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民生包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